在妈妈歌唱班的开场下 为一年一度的祈劳 韩式尾牙宴揭开序幕 今年尾牙宴活动 同样在竹联寺前举办 桌数也有往年的百桌 成长到今年的两百桌 竹联寺主委许修瑞副议长 秉持着创办这项尾牙活动的 邱老师精神 一年办的比一年更好 这个活动的缘由 就是有一位国乐邱全龙老师 他在十几年前就发起了 说一些街友和游民 非常的辛苦 都没有可以好好饱餐一顿 所以就在十几年前 就跟我们竹联寺配合 由他们国乐社来主办 然后都在三角公园这边 请一些街友和游民 一起来做简单的这种尾牙 就是一般用控肉饭 还有白菜卤这样 就简单在路旁这样吃一下 那在大概六年前的时候 因为邱老师人身体不好 就跟我说他已经办了 大概十一二年了 希望我能继续说 帮他发扬光大 继续做下去 那在他生前我就答应他说 我一定会把这个活动 越办越好 请老师放心 当天的尾牙宴活动 新竹市议会议长谢文静 也率领多位议员前往关心 并提前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平安喜乐 从一百桌慢慢增加到今天的两百桌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我们会议长许萧瑞 掌声鼓励好不好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活动能够继续的来举办 继续的关怀我们这个清寒 以及我们的这个祈祷 还有我们的很多乡亲需要关怀的乡亲 那么希望我们以后这个议会 每一位议员都会关怀我们所有的类似的活动 尾牙宴参加对象主要是社会处登记有案 或是社服团体关怀的个案 或是离掌关心的对象 主要就是透过一年一次的尾牙活动 让大家饱餐一顿 凯博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